我叫阿岩 我是印度人 我是中文系 转文中文系毕业的 2010年的时候来家在杉阳 结婚以后我一直在杉阳 我老婆是中国人 第一个是做太极灵的 做一个就这样的 给我老婆的 因为这个是我觉得 最浪漫的一个东西 所有的人都觉得 这个特别好 那我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跑过来这里做这个 有一些简咒之类的 是特别好看的 我有时间我肯定要做的 就是中国的长城啊 甜汤啊 还有兵马云 我特别喜欢 太不可思议的一个东西 我们是从印度过来啊 是 因为我以前是做导游的 还有以后是做旅游的旅程舍 所以好多人希望我 我们印度的这些特色的东西 对 特别好的一个位置 来的人也不少 那这里开店的目标 也是做好多朋友的 我们这里没有多久 做得挺好 一年的时间 我们就拍机面里面 就是从上面看的话 然后容易能看得到我们 就如果这个店做得很好 那我在新疆再开两三个店 然后每个城市都有 这个是我的计划 印度就是一个文化的 有好多宗教啊 好多当地啊 全都住在一块 每个人生活里面 就有两个地方 两个世界有变化的 一个是出生 第二个是结婚 那因为是中文 所以我有中国老婆 所以生活习惯 所有的东西都 非常大的一个型号 如果我不学中文 那有可能我的生活 会完全都不一样 因为有中文 所以今天我过得特别好 中文是端绝的生活 是我们的 这个中国人的意思 去源的诗人 去源的诗人 对吧 我觉得是最好是怎样 这个是我的家 那你的家在哪儿 那个是最好的 怎么会这些诗人 我应该开心的 如果我跟这边 其实是一堆